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板心 今天要跟各位做精辟分析的是 我們刺翼的契約 朗捷 光屬性的人類 隊長技能 玄冥魔法 人類攻擊力 人類喔 沒有限屬性 人類攻擊力3.5倍 合計消除大於等於6粒的 光 霍暗 他寫斜線 我認為是霍 不過是不是霍不太重要 因為等一下再跟各位解釋 消除大於等於6粒的光暗符石 人類的攻擊力額外提升1.5倍 等於3.5乘1.5 倍率大概落在5.25 1倍而已 倍率很低 那他有一個光 光擊暗的傷害減少30% 可能要讓你可以有些光害用膜的啦 那基本上這個增傷幅度以及減傷的這個 減少傷害的部分 都蠻少的 我自己覺得 所以隊長技能 我可以 我暫時來講 我們不用太著重在這個部分 可以直接略過 那隊伍技能的話 朗捷生命力2倍 那方向條件以朗捷做成員 而且隊伍當中只有光屬性人類 的成員 那他只有他自己本身生命2倍 所以我覺得這個 好像也沒有太大的用處 我們直接來看主動技的部分 主動技的話 是 無上光榮 CD5 一回合內置身不能對敵人 造成傷害 減少68所受傷害 那回合結束時 將場上數量最多的兩種屬性符石 轉化為 光 屬性的 人 主 強化符石 光屬性的人 主強化符石 所以這個技能 我比較不會把它看成CD5 我比較像是把它看成CD6 我自己來看 我會把CD5的時候是拿來減傷 CD6 因為他還要再轉 下一個 下一個回合才會轉出符石 所以 這個 這個技能 你要把它視作為 算是兩個技能 但是你開下去 他一定是兩個技能同時發動的 第一個 我當回有可能要減傷 我不能讓敵人打 打我 例如說 仙公盾 下一個回合我再來做一個大爆發 大爆發 他主要是要這樣運用的 不然的話 這張卡牌 如果你直接 直接拿來把它當CD6的時候去轉 轉租 也是可以 因為他轉兩種屬性符石 基本上量度非常非常大 所以這張卡牌的話 我建議可以入手一張 基本上競技場自己 大家去 去換一下 OK 換了之後再進化吧 我沒記錯的話 那以上就是 這一次 次翼的契約朗節的 金幣分析 我是平板姓 我們下次見 拜拜